9月15日,孙怡在自己微博上传两张照片,并判问称,鱼猛龙出来混是要还道,还俏皮地写道这个时间发微博是不是就不会被发现。 照片中,孙怡展示出自己与鱼猛龙合作演出的截图,图中的她咬着鱼猛龙的手臂,看起来十分搞笑。 第二张图则是两人合作出演的剧集中,鱼猛龙咬孙怡手臂的场景也是很调皮了。 网友纷纷用董子剑口吻说道,我没有吃醋,我没有,我能说不是吗,忽咬吗,精彩。 近日,电视剧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正在热播当中。 截至目前,全网收视率0.71,份额2.81%,位居同时段收视前列,《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》主要讲述了男女主角的爱汉纠葛。 演员的阵容却十分到位,孙怡扮演江生,而鱼猛龙扮演程天佑的弟弟,小时候和哥哥玩,因为程天佑的疏忽失去了爽腿。 从此与轮椅相依为伴,他是除了江生之外,唯一一个可以牵制的了天佑的人,两人也上演了精彩的对手戏,演技也收到网友好评。